台股今天继续上攻顺利的站上了9400点大关 而接下来是不是就着着9500点迈进了呢 我们马上连线理财周刊的温伟杰分析师来告诉大家 分析师台股昨天开放现股双向当冲之后 成交量真的也冲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指数能够顺利的往上电高吗 看盘重点有哪些呢 我想加选指数在这边 昨天开放了这个现股的这个双向当冲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成交量有明显的放大的迹象 那在这里呢 整个算说上攻的角度的部分呢 对于加选指数来讲 好像是有一点点强中透弱的一个感觉 但是呢 今天马上补出了千亿以上的量能 持续的推升了加选指数 占上9400点以上的大关 离9500点 则是近在直尺的距离 那我们回到整个加选指数的结构上面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就台湾50的成分股来看 整个全指股的部分 你可以明显的发现到说 在这些全指股里面 今天撑盘的有电子的全指股 包含了鸿海台积电等等 在盘中呢 都是带领着电指股 甚至带领着加选指数持续的向上推升 那另外呢 比较特别的是 你可以看到在传产类股的部分 在水泥类股以及台塑市保的部分 也扮演起了一个多头助攻的一个角色 那反倒是在金融股的部分 它反倒是就是在 稳在月线附近做一个 这个大盘的稳盘的一个角色 所以其实在整个加选指数 向上攻的这个过程里面 量价巨洋这样子的一个格局 再加上这个下档的支撑强劲的同时呢 仍然都是拉回了一个好买点 是 电资主攻 传产主攻 那么金融股市压阵啊 对吗